法國米斯連名廚, 跑馬地馬場掀記 法國賽馬會杯, 參戰馬有淵源 Celle-V, 大家好, 我是Paris 聽到我的名字就知道我充滿了法國的氣息 待會我會採訪法國米斯連名廚 和品嘗米斯連級數的法式美食 想知道嗎?跟我來吧 這日法國米斯連名廚來到跑馬地馬場獻記 因為星期三開始, 一年四個跑馬地野菜 將會上演法國五月之夜 到時場內會供應由他親手炮製的米斯連法式拼盤 這日他做了一個凍湯給我們實鮮品嘗 很好吃 如果大家想嘗試法國米斯連名廚的手勢 接下來星期三晚, 千萬別錯過了 Angelo就好了 可以嘗試法國米斯連名廚的手勢 我也想嘗試 你別這麼心急 法國五月之夜, 接下來星期三晚 在Happy Valley那裡舉行 到時我們菜餐飽了 我知道到時不單有法式美食 亦有法國人氣樂隊表演, 甚麼都法式過人 對, 還有一些賽事, 特別發誓 接下來星期三晚 跑馬地馬場會上演 二班千八米法國賽馬會杯 當中首飾多寶和法國很有緣 事關他在法國出生 而且今季在四班出道至今 跑了十場, 成績都很好 最近還連贏兩場, 氣勢強勁 今次出戰贏馬路程, 向三連節進發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次講馬之王阿Mark 在未來的星期三跑馬地賽事 我會跟大家介紹 第八場八號馬 鄭俊偉馬房的這一筆 勁有福給大家參考 勁有福這筆馬 今季跑個八次 演出越來越好 上一場跑入第三名 加兩分, 受到重視 時間雖然不太快 但是呢 質身馬持續有進步 加上近期比較多拍跳 似乎是想激起馬匹的鬥心 加上近期的狀態仍然不錯 冷門不妨考慮一下 希望這筆深水馬大家都喜歡 是 話說話, 今晚吃個法式焦糖燉蛋也好 我們在做賽馬節目 不是飲食節目說話 也沒有關係 不是, 回應節而已 你想想 一邊吃著法式焦糖燉蛋 一邊看著平馬人的心水 備戰星期三這麼法式的夜菜 多有感覺 你不吃就不預料了 不…吃 一邊吃甜品, 一邊做功課 沒錯 真捨得一點 是 哪家買的? 我自己做的 不是, 買的好像出名一點 不如你做吧 那馬馬定的餐廳 不如你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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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